哈囉大家好我是Tiff 歡迎回來到我的頻道 沒錯 有沒有發現我為什麼不一樣 就是我把頭髮剪掉了 然後又染深色 因為我要準備出國了 就想說染深色比較好整理 然後而且我今天坐到床上 因為坐著屁股有點痛 所以我就想說今天坐在床上 那我的背景非常的凌亂 因為我現在就是在整理東西很忙 然後我也不知道真的很難收東西 就是很多東西你都想帶走 然後你都不能帶走 感覺很痛 好 anyway 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東西呢 是 我最近有一個用碗的垃圾 最近都是我很像撿破爛 就是雷姬的垃圾 那我之前有拍過垃圾的影片 然後我是說 就是空瓶機 那我就覺得 講空瓶機好像有點 就不用講空瓶機 反正是我用完的垃圾 就是垃圾 那我會 每一個都會拿出來 我就會給一些小物件 就是我會不會再買 有機會的話會不會再回購 然後 如果特別想到什麼特別的話 就再跟你們說 想知道我用完什麼垃圾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吧 好首先第一個呢 是一個面膜 這個是超淨透3D面膜 這個面膜呢 我覺得很好用 因為其實基本上 我是一個不太用面膜的人 然後這個別人走 然後 因為我覺得敷面膜 我不喜歡面膜 就是一直低一直低 然後你要一直這樣 一樣躺這樣 可是它非常的貼合 而且它臉裡的脖子 都可以帶倒一點點 然後 嗯 它的質也是稍微厚一點點的 而且當你臉真的很乾的話 它的脊臼效果還蠻好的 所以 這個油肌會很好 會再回購 然後這個好像 TOMOS有賣 然後再來呢 是一個洗髮精 卡絲的 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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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呢 我用完了一個 肌膚之鑰的絲柔化妝棉 那這個化妝棉是... 送的 然後我就用 那高級的就很不一樣 用起來真的很舒服 可是 我們會不會再回購呢 我不會回購 因為太貴了 可是其實我對化妝棉 要求沒有那麼高 接下來 我用完兩罐眼唇卸妝液 是BFESTA的 BFESTA的 眼唇卸妝液PTT上面的人 很多人推 就說很溫和 然後 卸妝液非常的好 而且我用得很快 就是眼唇卸妝液 我幾乎每天都用 然後我覺得這很好用 一定會回購 然後還用完了兩罐 多芬的 這個潤色卸妝油MOOSE 那我為什麼喜歡用MOOSE 因為我覺得油油都太麻煩了 那這個多芬其實是剛好特價 我就買了 我就覺得還OK啦 就是 雖然它是 油做成MOOSE的成分 可是 我用完就是 還是要馬上 洗臉之後馬上飽 就是它沒有 但它卸得很乾淨 它卸得很乾淨 可是 沒有很滋潤 還有兩個眼唇卸妝液是 韓式的 韓式的這個 我覺得好像很少人講 我覺得這個很好用 而且它上面 我不知道為什麼 都是韓國的 它的卸妝力很好 有的時候 那個佳樂不會打折 所以我就買了 這個還很好用 我也用了很多罐 那個 金顏的 怡潤化妝水 這個其實我用了很多罐 我覺得我不會帶回夠了 因為 我已經用很多罐 就有點用膩了 但是它還不錯啦 它還有一個化妝水 就是 Shiseido的化妝水 這個不用我說 愛用米講來 講過了 然後 我真的很喜歡 很喜歡這個化妝水 很滋潤 它不是只有水的效果 還有精華液的保濕效果 非常喜歡 是 未來美的bubble都沒有看 這個最近好像打得很兇 那 這一盒是它那個時候 還沒有大打廣告的時候 我就買了 我覺得這個還蠻好用的 這很適合妝前 如果你急著出門 可是你的皮膚小黃色 不是很好 這可以當機就 面膜膜膚 我覺得很好用 因為它紙很薄 很快就吸收了 所以它不能敷太久 因為敷太久 那個面膜質很快就乾掉了 接下來還有一罐洗髮精 是 立式 就是LUX的 髮精 油櫻花洗髮精 這個洗髮精呢 我當時是隨便買的 但是我沒想到這個還蠻好用的 就是 吸起來很 還蠻乾淨 吸起來蠻乾淨的 也就是不會不會回購 就 沒什麼我都是 隨便看隨便買 但是這個還不錯用 兩個牙膏 Ora Tool Cremium的 Scan Clear 就是它就是說可以去那個 去那個 牙齒上的屋子 這個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日本的 是蠻不便宜的 不過 用起來還不錯 不會很涼 那如果你想要很涼 然後有去 牙齒購的 那個功效的話 你可以用 Brand Brand 應該是兩點 這個我之前的愛用品 有分享過 它的消耗量非常快 然後我覺得它吸起來真的無癢 你的牙齒真的會變得蠻白的 接下來呢 我還有一個 是First Aid Beauty的 Face Cleans的 這是我在美國買的 那個時候就是 我隨便買了一個 那我覺得它還不錯 就是 它可以 它是洗面乳 可是它也可以直接卸淡妝 喔現在好黃喔 Maria 然後它也可以直接卸淡妝 但是有機會就回購 沒有機會我也不會特別回購 然後接下來是 一樣是Shiseido的 這個防曬瑜 我在那個 愛用品裡面有介紹過 這個真的很好用 它有金的跟白的 白的好像有 亮白的成分 那我就買 正常金色的 接下來有一個洗髮 就是Lush的筆 然後它就是一個 海鹽洗髮精 很好用 夏天用的 很棒 這個我也有在愛用品講過 然後它就是 讓你的頭皮會呼吸 會呼吸的頭皮 再來還有一個 Glam Glow的面膜 這個面膜應該不用我講的 就是 我好像有在愛用品分享的 都有一個打管的 現在愛用中 它可以讓你的皮膚 深呼吸 大呼吸 然後清你所有的粉絲 你不想要 留在你臉上的東西 它會不會清掉 真的超愛的 護髮 這叫Lasana的護髮 那這其實是我妹 我妹那邊我A來的 就想說加減用 那這個護髮就是 我就 嗯... 弄頭髮之前就是 提一點 那會不會還夠 就 不太會回頭 就像我用完了一罐粉底液 Amazing 這個是那個 L'Oreal的True Match 台灣方完美 紋膚吧 這個台灣已經沒有了 可是 台灣已經就沒有帶回去 那這個 我非常喜歡 因為它遮瑕力很夠又滋潤 所以我 嗯... 我覺得很好用 我很愛它 再來我還用完了 三支 睫毛膏 一支是KISS ME的 鮮強睫毛膏 不用講愛用 然後再來呢 是一個NARS的 呃...睫毛膏 那這NARS的睫毛膏呢 這是一個 Sample 它是塑膠食管的 那... 它 濃密效果還蠻好的 可是 通常 不管再怎麼樣 我都會刷一層KISS ME 再刷 其他的睫毛膏 因為KISS ME 它就真的可以讓我的睫毛翹起來 那它的話就是可以加成 再讓你的睫毛變得更濃密 濃密型的我覺得 然後再來是一個 這個 這個是那個 肌膚治療的睫毛膏 它是這種纖維 不是纖維型的 就一般塑膠的 我覺得非常好用 肌膚治療的睫毛膏 就是我的 痣愛 所以我現在已經還有一支 就是愛用中 一個粉餅 是Dior的這個 藍芯嗎 這個...這個盒子的粉餅 然後我已經用完了 我覺得很好用 也是我 算是我第一個用完的專櫃 粉餅 我會再回購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是 Reflon的高保濕眼彩調色 這個我其實沒有用完 但是因為它過期 它其實還不錯用 以那個底膏來講 它會還蠻滑順的 然後也蠻好上色 但是缺點的話 是它會激顯 所以我就覺得 用就不要了 那接下來最後一個呢 是Kiehl's的BB霜 那這個BB霜我覺得 非常的不好用 因為 它的顏色很灰 然後很厚重 就是BB霜啦 那我就不喜歡BB霜 然後再加上它的 它的顏色非常的灰 讓我的臉看起來很死白 所以我就不會再用囉 所以我就會不換回購 好那以上就是我這兩三個月 應該有三四個月用完的 呃 這是真的我用完的東西 然後我覺得 這是我 這是我的一些心得 希望你們會喜歡 如果你們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不要忘了喜歡這支影片 然後follow我的instagram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今天好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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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